为了强化两岸工商企业交流合作 建构两岸同胞共同经济纽带 由中国南方最美丽岛屿支撑的海南省海口市 2019年3月19号到23号 特别组成工商经贸考察团 前来台湾高雄、云林、彰化、南投跟新北等地 了解台湾各地的工商发展 并且参观高雄、新北等三家游艇制造业者 进行两岸港口跟游艇制作的技术交流 希望促成海峡两岸的共同发展 创造双赢的局面 我们这次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学习 来考察我们台湾地区高雄市的旅游游艇产业 作为我们大陆地区海南省海口市 我们的游轮产业正在加紧的发力 想把我们海口、海南建设成我们自由贸易港的 这么一个游艇的现行试验区 考察团首先在3月20号上午前往高雄市小港区 见证中国宝城集团向强生游艇公司 采购高端游艇的签约仪式 中国宝城集团将来计划要以海南海口市 作为停靠港 希望以实际的采购行动 增进两岸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海南省的话是目前在台湾里面 我们的签列是第一 台湾第一次跟他们签列 也是首台的游艇送到海南岛 当然以后台湾游艇的发展会有蛮大的帮助 我们这次保存国际跟保安集团跟强生 这个游艇达成了一个签约仪式跟战略合作 最主要是因为目前整个海南的自由港 自由贸易港的一个政策 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海南省海口市这次组成工商经贸考察团 前来台湾采购 就是希望台湾同胞抓住中国改革开放 推动一带一路的大好机会 跟着海南的建设脚步一起迈进 所以除了高雄亚国跟强生游艇的采购跟参观之外 3月23号下午还特别北上新北市巴里区的大洲游艇公司 由中国保存集团签约在下订单 是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有这个荣幸有这个机会 能够把我们最新的产品介绍到我们中国海口 因为海口是现在是有非常棒的一个叫做海洋的一个 包括很适合我们游艇的一个环境 那你像现在它有一个叫亚洲最大的公共码头 那有600一个博位 那他们陆续再见的 以我所知道的 未来五年内会总共建设一万个游艇码头 所以如果能够跟海口市这样做紧密的密切的话 那当然对我们台湾的游艇造船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参观游艇制造的硬体建设之外 考察团的团员还特别在高雄搭船游艾河 也前往新北巴里区 搭乘大型的豪华游艇 欣赏淡水河的黄昏夜色 让这一次的考察行程不仅更加充实 也增加了许多轻松浪漫的氛围 记者陈文旭 朱克明 高雄新北连线报道